大家好,我是George洛世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设计模式 我们首先从思维导图上来看一下我们要讲的内容 这是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将从四个部分来讲述设计模式这门课 我们首先是讲UML 我们今天带来的课程就是UML基础这个部分 好的,我们先进入PVT UML是什么呢? UML就是Unified Modern Language 中文翻译叫做统一建模语言或者标准建模语言 它是始于97年的一个OMG的标准 OMG是什么东西呢? OMG是Object Management Group 对象管理组织,它是一个国际化的 然后开放成员的一个非盈利性的计算机行业标准协会 成立于89年 然后它这个UML是做什么呢? 它主要是 这是模型化和软件系统开发的图形化的语言 它是图形化的语言 然后呢,它主要是为软件开发所有阶段 提供支持 从需求分析 一直到 规格构造 配置等等 好,我们先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建模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嘛 它是统一建模语言 那为什么要建模呢?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模型是什么 简单的说 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是对我们要开发的系统的一种抽象 然后来方便 我们把各种元素的关系 把整个系统的流程给描述清楚的一种东西 然后建模呢 就是把这个模型给创建出来 就是建模 那建模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以下四个 第一 模型有助于按照实际情况 或者按照需求的样式 对系统进行可视化设计 第二 模型能够 规范系统的结构和行为 模型能够给出 指导 构造系统的模板 最后模型 对做出的角色可以进行文档化 建模呢 它并不只针对大型的系统 对小型系统 它也是相当有益的 可以明确的讲 就是说 系统越大越复杂 那建模的重要性就越大 然后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一个人他是不能完整的理解一个复杂系统 所以我们要对他进行建模 然后对整个系统做可视化的处理 帮助我们未来 比如说在这个系统开发扩展过程中 然后 出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依赖于这个建模 去决策 我们未来要怎么去设计 怎么去把这个系统做演化 好 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使用UML 我们理解了这个建模之后呢 UML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 要解决建模的描述问题 因为大家呢 使用表示或记录的方法不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画的图可能你不认识 你画的图我不认识 这样 在大家的协作问题上 就困难 所以说 UML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让大家来共同遵守 都按这个标准来画 就跟我们讲话一样 我们讲普通话 那大家都能听懂 对吧 你讲你的方言 我讲我的方言 可能大家就听不懂了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 UML产生的背景呢 主要是在 80年代末 90年代中的时候呢 面向对象的 分析与设计 然后出现了一个高潮 然后这个 UML呢 就是一个高潮的产物 因为在当时呢 Bouch的 OOD 包括 后面等等 这些大牛 创造了很多 OOD的技术 这些 OOD是什么呢 我简直讲一下 OOD就是面向对象的设计 然后呢 他们就各有各的模型 各有各的方法 最后呢 就是这几个大牛 一起合作 然后 统一的建立了一个标准 就是UML 然后UML也被 我们刚刚讲的 OMG所接受 成为一个大众所接受的标准 建模语 UML呢 有五个特点 第一 它是统一的标准 第二 它是 面向对象的 支持所有面向对象的软件语言开发的建模语言 然后第三呢 它是可视化的 它的表现能力非常强 第四 它独立于过程 UML不依赖于特定的软件开发过程 然后第五 它的概念明确 建模表示方法简洁 图形结构清晰 容易掌握和使用 UML的分类 UML大致呢 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结构型的图 Structures Diagram 简单讲 就是一些比较偏静态的图 然后它呢 它有以下常见的五种 第一类图 Class Diagram 对象图 Object Diagram 构建图 Component Diagram 部署图 Deployment Diagram 包图 Package Diagram 第二种是 行为型的图 它其实是 是偏向一种动态的图 Behaviour Diagram 然后它有常见的以下六种 活动图 Activity Diagram 状态图 State Machine Diagram 顺序图 Securance Diagram 空讯图 Communication Diagram 用力图 Use Case Diagram 时序图 Timing Diagram 大概就是这些分类 好我们现在详细看一下 第1个是类图 Class Diagram 类图呢 它主要是用一些方框来表示类 然后用线来表示他们的关系 类图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原本图 好我个人经验 然后呢下面这个是一个样图 它主要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一个人 它是人 职业 就是Place Cook 然后人需要 Pause 这些方框都是表示不同类 或者是接口 然后 这些线也就表示类的关系 就比如说 人 可以是警察 对吧 然后人也提供服务 等等等等 这就是一个类图 我们后续 会详细针对这个类图跟大家做讲解 第2个就是类 对象图 对象图和类图非常相似 对象图呢 它其实就是类的一个实力化 我们就可以看一个 订单管理系统的一个对象图 它就说一个顾客 然后还有订单 还有订单一 订单二 订单三 订单 然后呢 它有一些特殊的订单 特殊订单一 特殊订单二 特殊订单三 等等 这样的一个 跟类图很相似的东西 它主要呢就是讲述的是 类实力化之后的一个系统的状态 然后是构建图 构建图呢也叫主建图 然后呢它主要是描述了一个系统的组成和关系 这里我们找了一个是 酒店预定系统 可以看到我们酒店预定系统 它可能需要包括 酒店系统的接口 调度程序 界面程序 等等等等 整个的一个系统 是对系统的描述 然后是部署图 部署图呢是描述这个系统是如何部署的 它就是本系统和其他系统呢 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这里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它是一个 订单管理系统的一个部署图 我们可以简单看到 还有用户 它的电脑 然后它通过Modern去上网 然后这中间呢有一个缓程的服务器 然后这个缓程服务器又是怎么和 加服务器连接的 大概部署图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是包图 包图呢是 为了解决就是说我们的业务类有时候会非常多 那么这个类图画起来就非常大 不利于阅读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把这些类 分包 然后通过包图的组织形式来描述这个概念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加瓦语言 或者Bison语言这种语言里面 本身就有包的概念 相当于它主要是描述包的关系 然后是活动图 Activity diagram 活动图呢它主要是说 用这种 用这种圆边框的框表示是一个活动 然后用箭头呢表示这些活动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用这种菱形表示这个 分支 然后用这种圆形表示开始和结尾 然后这样的一个图 它主要是描述系统流程 我们常常在画一个 系统的流程 业务流程的时候 我们常用这种图 这呢 是一个 登录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登录接口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图 叫活动图 然后是状态机图 状态机图呢也叫状态图 它主要是描述 复杂的对象 或者模块 内部不同状态的一个转化过程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 状态 就是说播放器 播放器比如说它就有 开始播放 再停 然后结束 然后有等待缓冲 等等等等 这就是比较 复杂的对象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这里举例呢 是一个 门禁系统的一个 状态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圆形的表示它的不同状态 然后线也表示 它状态选化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 然后是顺序图 顺序图呢 之前也翻译叫做 时序图 因为后面 这个timing diagram 出现的话 现在标准交换 叫顺序图 然后它主要是描述 一个系统执行的过程 然后我们常常是用来 表示这个系统中的类和方法的调用过程 然后这个呢 一个样图就是说 一个用户 到银行柜台 然后他去取钱 然后整个系统的一个流程 就可以看到 这个用户是怎么 这个用户是怎么一步一步 完成这个取钱的整个过程 然后是通信图 通信图呢 UM1.1的时候 叫 Combari Diagram 2.0的时候 更名为 Communication Diagram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翻译成 通信图 它其实本质上 也是 顺序图的一种 只是说它的画法 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下面呢是一个 借书管理系统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通信 然后相当于可以看到这个 手术管理员通过按按钮 然后可以查书 可以借书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是用力图 用力图呢 是我们常常在这个 软件需求分析阶段使用的一种 它主要是表示 然后就是哪有哪些人 或角色 它通过软件系统能干个什么事 然后用力图呢 大部分就是说表述了 整个软件系统的绝大部分需求 然后呢就是说方便 后期测试人员 在去验证你这个系统 是不是正确的时候 一个主要参考对象 就是用力图 然后是时序图 Timing diagram 也叫时间图 它主要是呢 是通过一个 时间线的变化 来表示这个 事物或者状态的变化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 时序图的例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个人那个 实际的软件开发中呢 常用的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类图呢 我们是 基本是必用的 对象图呢 我基本是不用的 构建图跟那个 部署图呢 这两个呢 主要是我们在 服务器开发的时候 然后描述整个 服务器部署啊 和它的 图件关系啊 的时候需要使用 然后包图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 因为我们 一般用加上远 开发的话呢 是需要用包图的 然后是 活动图 活动图呢 也是一个 基本必用的 东西就是说 我们经常要描述 整个一个 比如说 一个系统的 一个 一个具体的行为 或者是说一个具体的功能 它是怎么 走的 这样的 也是一个 必用的 然后 状态基图呢 就是在复杂的 状态处理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个很常用的 顺序图也基本是必用的 我们往往 在 要描述一些复杂的 类啊 函数啊 方法之间的一个 调用关系的时候 我们基本都要使用它 然后通信图呢 基本不用 用力图呢 就是我们在需求分析阶段 基本是必用的 然后timing diagram 我基本也是不用 这是一个大概的使用情况 然后完了最后呢 今天的最后 我们讲一下 我们 要画这个 类图 我们使用的工具 我们使用的工具呢 是 StarUML 这是一个 免费的 软件 然后同时呢 它也支持很多的 那个代码 生成和导入 它的那个下载地址 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官方网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下载页面是这样的 然后它同时呢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07 我使用的版本也是207 然后呢 它 支持Mark Windows Linux 64 32 所以说 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 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